吴卓西参演的《冲上云霄2》正在热播中 日前播出陈巴拉与张志玲一场在古堡的浪漫长戏 但却删掉了巴拉裸露后背的气氛 让爱重口味的观众们大会失望 不过六日吴卓西在接受商台访问时就安慰到 我相信之后肯定在网上可以看到 因为你知道香港就是免费电视台播的时候 就肯定会有一些人去投诉一些这些镜头 所以我相信最后在网上肯定有得看 既然拍了这种福利放出来也是迟早的事 可惜吴卓西在剧中就没什么性感镜头了 而一二部都有参演的他相隔十年后 演技似乎还未练够班 被大哥吴正宇爆出是片场他骂过最多的人 其实他没有骂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种就是 给我有压力才给我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他因为他觉得这项戏 如果他觉得这项戏有问题的话 他不会去骂 就是给我眼神 给我就是这项戏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好 这是一个眼神而已 没有就是出口去骂的那种那么严重 另外无限于肖定一都有一开拍冲上营销电影版 并计划邀请周润发古天乐等大咖加盟 相信不论哪方顺利开拍都是观众之福 我也听说发歌也想演 没有就是我觉得 当然投机方那边就是要挑来一个去演 如果肯定如果很多你看很多就是观众 就是发歌他们也可以想去参加的话 就肯定一个票房肯定很高 所以我都希望他们都可以一起去参演吧 那你会你如果那地方的话 你会参加人家演出吗 对看看投机方找不找我去拍 长得帅也不能永远当偶像派 吴祝希赶紧练好演技征服投资帮吧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